金庸笔下六位美貌岳母 三个让异性神魂颠倒 三个让女婿浮想连篇 喜欢看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会知道 金庸的著作可读性极高 不仅剧情扣人心弦 书中还宣扬了乐于助人的侠义精神 加之金庸的小说还夹杂了家国大义 更让读者们看得血脉奋章荡气回肠 此外 金庸塑造人物堪称一绝 不管是男女主角还是配角反派 都越染指上 给读者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而金庸对刻画中年美妇也是首到亲来 纵观金庸全集 共有六位美貌岳母 三个让异性神魂颠倒 三个让女婿浮想连篇 以下人物按时间顺序排名 一 段玉的岳母甘宝宝 甘宝宝是钟灵的生母 而钟灵在天龙的末尾跟着段玉返回大理 成了大理国的妃子 钟灵秀气可爱 而甘宝宝也是一个美人胚子 原文学道 段玉直听得环佩叮咚 那堂出来一个妇人 身穿淡绿仇衫 约末三十六七岁左右年纪 容色清秀 眉目间依稀与钟灵甚至相似 知道便是钟夫人了 甘宝宝也有三十六七岁 仍惹得段正纯响入非非 不仅如此 四大恶人之一的云钟鹤 也垂涎甘宝宝的美色 他每次走入万节骨之中 心中会不由自主冒出这么一句话 我早就想杀其父而战其妻 谋其财而举其鼓 二 段玉的岳母王夫人 王夫人的容貌和王语言极其相似 要不是段玉痴迷亡语言在先 段玉这个呆子 极有可能会对王夫人穷追猛打 饶是如此 当段玉第一次见到王夫人的时候 他依旧如痴如碎 浮想连篇 原文学道 段玉一见那女子的形貌 忍不住阿德一生惊异 张口结舌 便如身在梦境 原来这女子竟伺及了 大理无量山山洞的御象 阿珠和阿璧见她向王夫人 目不转睛地待看 实在无礼至极 心中都连猪架地叫呼 连打手势叫她别看 可是段玉一双眼睛 就盯住在王夫人脸上 王夫人可是王雨燕的生母 也就是段玉的岳母 可段玉身为女婿 她竟对王夫人目不转睛 此时此刻的段玉在想些什么 必定不是什么好事 三 一律其的岳母黄荣 黄荣年轻的时候 可是射雕第一美女 极不圣学 眉目如画的她 让无数男子神魂颠倒 即便到了神雕时代 生儿育女的黄荣 仍是秀丽绝伦 就连二十岁的杨过 也不由自主地暗暗惊叹 原来郭伯母竟这般美貌 小时候我却不觉得 杨过无疑是金庸陛下 最英俊的主角 她封神俊朗 岳女无数 可就连杨过也不得不承认 黄荣到了中年 依旧风韵不减当年 有一种成熟的知性知美 四 殷离婷的岳母纪晓福 纪晓福原是殷离婷的未婚妻 可纪晓福被杨笑如走之后 却心甘情愿地 梁肖生下一女 更让殷离婷心如刀割的事 纪晓福还给女儿 取了一个名字 叫杨不慧 就在殷离婷生无可恋之时 谁又能想得到 杨不慧竟爱上了尹叔叔 随后的剧情 就是这么顺理成章 殷离婷取了杨不慧为妻 而那位曾让她 魂牵梦营的纪晓福 竟成了自己的丈母娘 出读以天涂隆记的时候 年少的我们会觉得 这种剧情设定 太过于荒诞 可当我们长大之后 才赫然发现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响应离婷这样的孽缘 恐怕还不在少数 五 林平之的岳母宁中泽 宁中泽是岳不群的夫人 锦庸对她的描述是颇具美貌 然而岳不群 为了争夺五岳盟主之位 不惜往胯下来了一刀 从此和端庄秀丽的岳夫人 彻底了没了夫妻之情 岳不群对宁中泽没了兴趣 不代表宁中泽人老朱皇 在笑傲的末尾 宁中泽失魂落魄之下 喝了一碗茶水被迷晕 最终被魔教的诸位长老索情 要不是林胡冲几时杀出 宁中泽已被魔教诸位长老索辱 六 韦小宝的岳母陈元元 众所周知 韦小宝有七个老婆 其中当属阿柯最为漂亮 然而让韦小宝始料未及的事 她的丈夫娘陈元元 竟比阿柯更有味道 原来阿柯长得和陈元元一模一样 但陈元元可是青楼有名的歌姬 她的一颦一笑勾忍心魂 就算是酒精情场的 韦小宝也欲罢不能 对着岳母就是一通胡思乱想 原文学道 韦小宝张大了口 竟然何不拢来 煞时间入瞪口呆 手足无措 陈元元一笑请她坐 她茫然失措 双膝一软 跌坐如影 手中茶水溅出 一经上灯时吃了一大片 要不是韦小宝先认识了阿柯 搞不好陈元元也会成为 韦小宝的诸多妻子中的一位 正如韦小宝自己所说的那样 女婿看账目 蝉闲吞落度 综上 金庸笔下共有六位美貌岳母 其中甘宝宝 黄蓉 宁中泽风情万种 能将异性迷得神魂颠倒 而王夫人纪小福 陈元元更是美得匪夷所思 就连女婿也不禁服想联翩 不得不佩服金庸的文笔 她架构的江湖充斥着刀光剑影 看似虚无缥缈 可书中的男女之情 却映射了现实中的某些人某些事 好比金庸笔下这六位美丽的岳母 是不是有一种是随其 人却真的妙境